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如果跟他 跟他打比賽的話 你這個中文一定要打得正確 英文拼字絕對要拼正確 不然他就很嚴肅的來糾正你 這就是我亂講的 大家不要理我 那這張地圖是我們的夏古拉斯高原 那夏古拉斯高原的話應該是充足還蠻喜歡這張地圖 因為這張地圖不管是怎麼樣的出生點位都是相當的遙遠 所以充足是比較有利於來開自己的惡況 尤其是目前雙方是一個臨近點位 所以如果 也不是臨近啊 隔壁點位 所以呢 充足如果只要早期的破掉這兩塊石頭的話呢 那我們神宗玩家壓力就馬上的隨之而來 所以其實這張地圖呢 我也看過很多神宗玩家 他在這張地圖相當的喜歡用術惡況的 對於充足來術惡況的打法 因為基本上 這張地圖這麼大 那你如果第一時間也沒有辦法探到對方的這個基地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用水晶塔來賭口的話呢 賭對充足玩家的惡況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很多充足玩家也是喜歡直接BF開局 然後直接的下惡況 不過目前看起來Live Viva應該是沒有要輸惡況 因為他是先下傳送門 待會馬上會來補一個瓦斯場 那我們的Series 我們的嚴肅哥探到不在 其實我們嚴肅哥剛剛探這個點位是有點失誤啊 因為基本上呢 這張地圖你如果是 以嚴肅哥的這個觀點來看 你在這個點位 你基本上你的對手絕對不會在你的正對面喔 你對手要嘛就是在斜對角 要嘛就是在自己的隔壁對角 一定不會在這邊喔 所以我們嚴肅哥可能是比較 可能是還不太清楚這張地圖的這個出生點位的特性 那也是希望各位觀眾 你應該多多注意喔 因為基本上你如果一開始探錯點位的話 那在情報的偵查上是滿大的一個損失啊 那不過還好我們Series 嚴肅哥選擇的是先下狗池喔 所以應該是 基本上都是能夠來防住早期的神主的一些騷擾 那這個時候才要拉16滴的時候呢 才要拉自己的工種來開一下惡況 那我們Live Viva這個第二個建築物是機械控制核心喔 也是一個正常開局 不過這個第二個瓦斯下的也是滿早的 難道他要生一些空軍嗎 我不確定 不過因為基本上神主玩家本來第二個瓦斯就是會下的比另外兩個種族來的早 不過通常也是20人口才在下 如果16人口就下第二個瓦斯的話呢 就有可能是一些空軍或者是要攀科技的一些動作 好 所以 反正目前看不出來 就能看到我們Live Viva他要來做怎麼樣的變換開局 那我們的嚴肅哥他的惡況馬上的就要開了起來 好 那Viva哥馬上第一時間就在升級我們的空間之門 也是一個標準的這個層組很早期就要需要研發的一個科技 同時在升第一隻的墜裂者 好 重複拉了少量硬化蟲要來做增長 然後自己惡況馬上就要開好了 同時正在升第一隻後蟲 待會馬上的雙礦雙後蟲的再補蟲了 然後再做這個暴斃 好 那Viva是一狂戰一嘴烈 馬上的補了第三隻的是少尾 那同時第二個建築物選擇蓋的仍然是BG了 看來他目前早期的下 下雙瓦斯可能仍然是一個正常開局 雙BG 雙BG待會可能會來轉一個3BG EVR 不太確定了 要看看他 好 第三個BG也下了 難道是一個4BG嗎 不太清楚喔 就看看他待會是第四 待會一個建築物是要蓋什麼 那我們的Sivis哥可能是 好 我們看一下Sivis哥的視角 Sivis哥的視角其實他 有看到 他有看到另外一個BG 而且在這個地方看到BG 所以他不確定說對方的BG的數量是多少 有可能是4BG 有可能是3BG 所以他為了謹慎起見呢 就蓋這邊蓋下兩個地磁爾 也是不錯的一個觀念 那基本上這邊蓋藍跟定吃 也是可以防住不少的一些黃戰士 還有追劣者 那自己二框也是持續的在補一些工兵 同時在升級我們的狗術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VG哥這個時候正在升級 我們稍微的幻影 待會就可以利用幻影的這個瘋狂戰機 來做一下偵查 那你如果選擇用這個當作偵查的話 那你 好處就是你不用蓋下這個VR來生一些觀察者 你就可以直接的用稍微來做偵查 用假的鳳凰戰機來做偵查 那Live VG這個時候呢 也是開下了他的第二個星河 是在35人口左右 也算是蠻早的一個新 一個二框的開局 因為他也知道我們創出的二框 應該還是相當相當健康的正在營運當中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VG哥這個時候大量的稍微要拉了出來 應該是要稍微佔領一下監視他 不確定有沒有要做推進的動作 好 那嚴肅哥這個時候 則是補了大量的一化蟲 而且狗術馬上就要好了 同時呢自己家裡正在升級二本 也有可能是要來做一些 這個二本科技的兵種的轉換 好 大量的一化蟲 直接的要來包夾我們的稍微 基本上這個空地相當的空曠 非常不利於稍微的立場釋放 相當對於我們從中玩家 這個包夾是非常的好 好 直接包夾掉 我們稍微 那稍微點掉了一隻稍微 那 好 不過其他一化蟲全部都點掉了 那基本上我們VG哥只有損失一隻 好 這個時候 一隻假的虛空劍 竟然不是用假的鳳凰戰機 是一隻假的虛空劍 那如果待會我們神 我們從中玩家看到這個虛空劍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好 不過這個時候發現 欸 這個虛空劍打到我地場 我們不會痛耶 那是假的嗎 不清楚 那 就看看我們Series哥 會不會被這個虛空劍騙到 來騙出一些對空的這個單位 好 那 Series哥重駐這個時候 二框馬上就開好了 不是二框 二本馬上開好 那大量一化蟲直接的 來從後方進行 後方進行追擊 好 又一隻假的鳳凰戰機 來去前線稍微做一下探測 我們可以看到雙方這個偵察意識都相當好 不愧是我們這個蠻厲害的台服選手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Series應該是有被剛剛那台虛空劍影響到 他接下來下的竟然是刺蛇受血 他也是要來轉出一些刺蛇塔 但是其實我們Live Viva目前是沒有任何星際之門的喔 所以基本上如果這個 當然其實也不是說出刺蛇打對地就不好 因為刺蛇如果搭配一些肉盾單位在前線 來進行掩護刺蛇在後方進行攻擊輸出的話 也是可以有效的對抗 有立場的這個神主的地面單位 但是如果你是純刺蛇的話呢 基本上是很吃瓦斯 而且這個又是相對比較 血量又是比較少的喔 所以不清楚說我們神主玩家這個時候轉刺蛇是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好 那我們Viva這個時候目前是 家裡是 哇 5個BG 7個BG 雙礦7BG 哇 那雙礦7BG在補兵是非常非常的快喔 那待會可能會有大量的追劣者 少衛還有我們的狂戰士 而且這個大量部隊直接在前線 就像我畫面上可以看到直接在前線 不過是直接被截掉 基本上神主玩家很喜歡就是在做推進的時候 同時的拉一隻探側機直接在敵方前線外面 直接蓋下水晶塔 直接的進行藥傳兵的動作 好 那重組這個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 他是選擇的要蓋飛塘塔 但是可能來不及有我們的 我們DBOB 或者神主DBOB 都可能馬上就要壓到二框口了 那炎速哥這個時候差不多在60幾人口 其實這個山框下的也算是蠻早的 差不多是在10點鐘方向看一下他的山框 那我們神主玩家有發現嗎 神主玩家應該是沒有發現 而且不過有個立場釋放了 主角漂亮的主角要少量的櫻花蟲 好 直接的大量的部隊 而且持續一下水晶塔 這個很多點都 神主一定要保證說這個7BG能夠就是在人家前面 好 可以看到一次又補了大量追累者 現在看起來這個7BG 雙曠7BG的壓制 肥可能會直接的就要帶走我們的蟲組了嗎 好了 雙兩根地刺 還有這個刺蛇在後方進行攻擊輸出 但是我們這個刺蛇是還沒有升級過攻擊距離的 所以攻擊距離只有5 所以呢還是有一點尷尬 而且這個刺蛇雖然感覺就是有點不足 而且又持續的下這個立場 不讓我們刺蛇上高坦 那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Series哥應該要把大量工兵 趕快全部拉過來來支援我們刺蛇 不然的話我們刺蛇全部都被點掉 你才能拉工兵的話是 是維持1萬的喔 好 現在看起來這個剛生出來的刺蛇 又直接被打掉 好 嚴肅哥這個時候直接打下GG 結束了比賽 哇 那這一場我們的Live Viva 他是跟我們示範的 其實我們不管 基本上我們應該都 各位應該都很熟悉 所謂的神族單框4BG的打法 但是這個是有點類似單框4BG的一個加強版 是雙框7BG 然後直接的在你家門口 直接蓋一下大量的水晶塔 基本上就算 你可以把這個水晶塔點爆 那我還是可以從這邊傳 你這個也點爆 我還是從這邊傳 反正我就是持續的來傳兵 持續的來給你壓制 那剛剛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的嚴肅哥他第一時間 應該是要把惡框的工兵 全部拉過來 直接的來當 來掩護我們的刺蛇 來做一些攻擊輸出 那這樣的話可能還可以 稍微的拖一些時間 結果他剛剛可能是 比較沒有這樣子的習慣喔 所以是直接的 這些刺蛇就直接被點掉 是有一點可惜的地方 那這就是今天 為各位帶來的 這個NW對內賽 一場精彩的PVZ的比賽 也希望各位神中文家 你可以學到這個 所謂的雙框7BG 相當滿給力的一個打法 那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是主播球員 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